A組 計程車準備 來 你走不了 兩邊都有我們的人 翻下 翻下 自己叫了外送 嚇得把腿狂奔 這名穿國旗裝的女子 其實是詐騙車手 被外送員當場識破 跑 東西放了 這不是我的 東西放了 趴著 趴著 救命 救命 就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叫人家叫我來送而已 她三番兩次想要逃脫 但外送員已經報警 說什麼也不能讓她跑掉 不要弄傷我 我可以好好跟你講 我真的可以好好跟你講 你 不關我的事 你看我的事 也不是我帶電的 也不是我下的蛋 地點在新北市新店 十四張捷運站外 當時這名理性女子 叫了LaLaMove外送 把一包牛皮紙袋送到土城 要求高薪外送員帶電四千費用 聲稱收穫人會歸還 卻被發現她是想詐騙帶電費 果然 最後紙袋一打開 裡面只是衛生紙 看到員警到場 女車手還想向警方求救 說自己莫名被外送員壓制 反被警方呵斥怕好 高薪外送員 事後提高詐欺 畢竟他們遇上詐騙已經太多次 女車手想騙外送員辛苦前 反被識破 TVBS訓練黃劍廣告 是不是收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